配合疫情而首度移施到台东茶盖场内举行的花莲县密香红茶评件比赛结束 包括了金银铜以及优良的得奖茶 润顺香农会是全数载运回来 同时统一的进行包装贴风条后 再交由得奖茶农自行带回贩售 为消费者把关认证的得奖茶 从台东茶盖场评件比赛现场载运回来的得奖茶 農会推广部以及農会志工 周休假日不眠不休的忙着包装贴风条 从竞赛场地到包装上架无缝接轨 为的就是要帮消费者把关认证今年度的得奖茶 为了确保我们茶叶的一个品质跟公信力 那我们必须贴上这个比赛得奖的风条 所以我们必须把茶叶拿回来由農会来包装 为花莲县茶产业界年度重要赛事之一的蜜香红茶评件比赛 虽然今年碰上疫情顺严 同时也配合防疫降二级 而首度医师到台东茶盖场内来办理 然而新出炉的金牌奖蜜香红茶品 保有了最基本的浓郁蜜香香气 茶汤温润回甘之外 还带有花果香气的滋味 口感层次丰富 就连评审也折服 比赛茶自从上个星期五比完之后 我们就全力的在赶工当中 那目前金牌银牌铜牌都已经包装好 而且还给农友了 那据我们所知农友的销售状况还不错 由于赛前已经有不少掏客提前预购金牌得奖茶 因此得奖茶农师迫不及待 待农会包装作业完成后 即刻将金牌奖上架贩售给客户 除了已经包装完成的金牌奖 包括银牌、铜牌以及优良等级的得奖茶 农会也将会在这一两天内陆续完成包装 交还给茶农自行贩售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金牌奖 中文字幕录合 仔细 DOM 打赏 通过无所能支撤